一、特朗普开始报复了,后果果然很严重,79岁的中医院女议长佩洛西,也终于见识了厉害。 1月17日,佩洛西率议会代表团秘密城坐大坝,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。 他们将在那里搭乘国防部提供的军机,前往阿富汗美军基地慰问,并顺访布鲁塞尔和埃及,毕竟也是美国第三号人物。 去阿富汗这样的战区,搭乘美国的军机,也是惯例。 而且,跟特朗普访问伊拉克美军基地一样,考虑到安全因素,在代表团到达目的地前,都是秘密行动。 当代表团到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,他们很惊讶地得知,特朗普刚刚发表了一份至佩洛西的信,信中这样写道, 由于联邦政府关门,我很遗憾地通知你,你的布鲁塞尔、埃及和阿富汗之行已经推迟。 当政府关门结束时,我们将重新安排这个为期七天的行程。 鉴于有八十万名伟大的美国工人,没有领到工资,我相信你会同意推迟这次公关活动,因为这是完全下档的。 很明显,如果你仍想通过商业飞行来完成你的旅程,那肯定是你的特权。 我期待住不久后看到你们,更加期待看到我们开放和危险的南部边境,最终得到关注、资金和安全。 它是如此迫切需要的。 特朗普的意思,也是很明确的。 一、联邦政府关门,大家都没工资。 佩洛西啊,佩洛西,你也休想乘坐军机出去。 二、如果你还想去阿富汗,那也可以,那你们就改成民航车机吧。 议员们都傻眼了。 在美国,总统和国会吵吵架,闹闹事,那是常有的事。 但总统这样干,还真是前所未有。 让人目瞪口呆,但总统是三军总司令。 让谁不让谁乘坐军机,这是他的职权。 另外,搭乘民航客机去阿富汗,佩洛西肯定心里也没底。 最终,看了一眼空军飞机的议会代表团,只能乘坐大巴打到回府。 阿富汗不去了。 这一次,特朗普算你狠,但特朗普还很生气。 谁叫你佩洛西不时抬举,竟然在边境墙上跟我对筑干。 还叫我推迟发表国情资文,因为就在此前一天。 即1月16日,佩洛西1月16日,一封公开信。 建议特朗普推迟发表国情资文,在公开信中。 佩洛西这样说,自1977财年开始,采用现代预算制以来,在政府关门期间,从未有总统发表过国情资文讲话。 也就是说,政府还在关门,特朗普也别1月29日来,国会折腾大家了。 特朗普奸语得下这口恶气吗? 很显然,他奸语不下。 生死看淡,不服来战。 特朗普的报复,特点也很鲜明。 1.快。所以,佩洛西16日要求他推迟发表国情资文,他17日就立马取消了议员们军机的待遇。 2.准。既然你佩洛西在社交媒体上发公开信,特朗普的那封治佩洛西的信,也由白宫新闻主任发表在网站上。 3.狠。哪怕是去阿富汗,既然你无情。 3.休怪我无意,还要乘军机确保安全。 3.休想,如果一定要去,那你就搭乘民航飞机去。 2.这不是特朗普第一次报复,就在不到一个月前。 4号疯狗的美国四星上将马蒂斯,就领略了其中的厉害。 4.当时,特朗普突然宣布,美国从叙利亚撤军,作为国防部长的马蒂斯强烈反对,认为这严重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,希望能说服特朗普改变主意。 4.但特朗普真插不进,水泼不进,马蒂斯无奈。 4.当即递交了辞职信,特朗普看后,总算还客气,因此,在推特上释出资讯。 4.称赞马蒂斯干得很不错,他将在二月底。 4.光荣退休,请注意。 4.是,光荣退休,但接下来的一幕,让特朗普愤怒到了极点。 5.因为,马蒂斯把这封辞职信发表了。 5.特朗普这才发现,一些话太含沙涉影。 5.比如,你特朗普有权找着和你观点更为一致的国防部长。 6.相信我现在辞职下台是正确的决定。 6.请注意。 6.特朗普认为,马蒂斯是退休。 6.马蒂斯认为,自己是辞职,而且公开披露。 7.自己和特朗普三观不一致。 7.愤怒之下,撂挑子走人。 7.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,特朗普当时是仔细看了辞职信的,但居然没看出里面的门道。 8.直到助手向特朗普解释,他才明白里面的各种家枪弄霸。 8.特朗普恍然大悟,继而不然大怒。 8.特朗普毫不犹豫递上了推特,开骂了。 9.当奥巴马总统不光彩地解雇了詹姆斯·马蒂斯时,是我给了他第二次机会。 9.有人认为我不该这么做,我觉得我应该。 9.有趣的关系,但我也给他提供了他从未真正拥有过的资源。 9.马蒂斯你能有今天,全是因为我。 9.你这样做,不太仗义了。 9.我本将心向明月,奈何明月照勾取。 9.特朗普这个气啊。 9.不解气的特朗普立刻宣布,下纳汉一月一日接任代理国防部长。 9.马蒂斯你也别干到二月底了。 9.马上给我走人。 9.尽管两年前,他提名马蒂斯出任国防部长的时候,他还这样夸奖马蒂斯。 9.很多人说他马蒂斯是最接近巴顿将军的人,这就是我们需要的。 9.但两年后,巴顿被他当巴豆一样炒掉了。 9.这就是特朗普。 9.说干就干。 恩怨分明。 1.一点都不拖泥带水。 9.哪怕对方是第三号人物,也是毫不客气。 9.更让佩洛西愤怒的是,他们去阿富汗的军机被取消了。 9.但就在当天,也是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。 9.据报道,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搭乘军机去佛罗里达度周末去了。 9.总统夫人可以做,女议长就是做不得。 9.但这就是特朗普。 9.最后,几点粗浅看法吧。 1.特朗普就是特朗普。 自从他到了华盛顿后,华盛顿的政治斗争坏然一新。 反正,好戏连台,高潮迭起,比纸牌污还纸牌污。 为了一堵边境墙,愣使联邦政府关门快一个月, 创下了美国开国二百多年的历史记录。 但特朗普也放话了,不给我钱,关几个月甚至几年又何妨。 2.都不是省油的灯。 特朗普今年73岁,佩洛西今年79岁,但感觉一个比一个年轻。 一个比一个还是藏经,以至于共和党的议员都感叹。 特朗普和佩洛西,你们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,怎么还像个五年级小学生一样? 3.沉住气。 真正的战争还未到来。 边境墙的斗争,联邦政府的关门,可能还只是毛毛雨。 接下来,穆洛的调查已到最后阶段。 民主党刚掌控了众议院,岂能轻易放过特朗普。 一旦真启动弹劾,以特朗普的性格,他又岂会坐以待毙。 暴风雨正在美国上空聚集。 2019年,必定是一个更加惊心动魄的一年。 大家准备系好安全带吧。